Linear Models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講的是 課本的3-9 Linear Models Blindery Value Problems 那跟之前3-7 還是3-8 也同樣的我們 3-8講的也是Linear Models 那我們是專注在 Initial Value Problems 那事實上我們 課程內容就是 像前一節的話 我們專注在那個 就是 彈簧跟質量所組成的震盪器上 那 專注在它的解 在不同的參數下 然後產生出來的結果 我們要給大家的概念 就是說 當你的 就是你的震盪器裡面的 彈性係數 你的質量 你的damping 選擇不同的質的話 那 對於你的解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那是就是 標準的 就是說你以後 如果要設計震盪器的話 可以利用那些參數的調控 來 改變你的震盪器 它的震盪形式 希望大家有這個概念 那 我們在這邊的話 專注在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那事實上 我們碰它的微分方程 也是相當的簡單 它只是一個 二階的常微分方程 然後是 Constant Coefficient 那 所以我們早就都已經 會解這個微分方程 可是我們在這裡的重點 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它這個解呢 會根據你的邊界條件 而有改變 那事實上就是說 像各位在電磁學應該也碰到了 就是說 如果 同樣的一個方程式 那你把物理都搞懂了以後 那你就有辦法來描述 比如說你去描述電場 那像我們等一下舉個例子的 來說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描述一個 量子物理裡的波函數 那 同樣的式子可以描述這個 物理系統 但是呢 那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說 我們可以 利用人造的方法 去改變你這個系統的邊界條件 比如說在 那個 電磁學裡的話呢 你就可以在 你的 比如說你就可以在導體上 比如說你可以改變你的導體的形狀 導電的球的形狀 或者是你的傳輸線的 管徑的大小 那在量子物理的話呢 你事實上就是可以去做量子頸 然後你可以改變你的位能的分布 你可以去改變你的量子頸的大小 那事實上我們在做的這些事 就是我剛剛描述的這些事情呢 我們事實上都是在改變 同一個物理問題的邊界條件 那我們會發現說因為邊界條件的不同呢 那就是你看到的解 也會產生不同的變化 所以這是我希望大家在 這邊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所以呢 我們的內容3-8 我調整一下麥克風 3-9 不好意思 3-9 要專注的就是 所謂的Linear Models 然後是在Foundary Value Problems上 然後是在Foundary Value Problems上 Foundary Value Problems上 Foundary Value Problems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先考慮的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Homogeneous Foundary Value Problems Foundary Value Problems 那所以呢就是說我們考慮的是 y' 加y 等於 0 然後呢,所以這是很簡單的溫方程嘛 相信各位都已經會解人 就是解他的 auxiliary equation 那解代都可以看出來,這真的沒什麼 然後到現在應該已經可以知道他的形式了 因為你就是解他的 auxiliary equation 然後你一開始是假設他的解釋 就是 exponential mx 然後帶進去,然後就 auxiliary equation 那我們這裡給他的邊界條件是 y of 0 等於 0 然後 y of l 等於 0 然後我們來看看就是說 就是因為我們加了這兩個邊界條件以後 那對於他的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我們會分成三個狀況來討論 在這裡的話呢,我們的重點其實是這個 lambda 因為我們接下來的討論裡呢 各位應該會發現說 隨著 lambda 的值不一樣 這個問題的解呢,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第一個是說 第一個是說 如果 lambda 等於 0 的話 那如果 lambda 等於 0 的話 我的微分方程就是 y double prime 等於 0 那因此要解很簡單,我就把它積分 記兩次 我就得到 y 會等於 c 1 乘以 x 加 c 2 所以就是在沒有邊界的條件下 我們就把它解出來了嘛 那 那 我們把邊界條件帶進去 y of 0 等於 0 帶進去的話,我就得到 c 2 要等於 0 然後 y of l 如果要等於 0 的話 那我就得到 c 1 乘以 l 要等於 0 所以這麼一來的話呢,我又得到說 那 c 1 也等於 0 所以解出來 就是 c 1 等於 0 c 2 也等於 0 所以 y 等於 0 所以只有 trivial solution 所以就是說如果 lambda 等於 0 的話 那我這個 homogeneous boundary value problem 解出來 唯一的一個解就是 y 等於 0 這個 trivial solution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那第二個狀況的話呢 假設 lambda 是小於 0 的話 好,那我們把 lambda 寫成 負 alpha 平方 然後 alpha 大於 0 因為反正 lambda 是一個負數嘛 負是 minus的意思 那所以我就是說 我們把它寫成負 alpha 平方 然後 alpha 大於 0 那因此呢 我們把它帶進去的話就是 y double prime 減 alpha 平方 y 等於 0 那 auxiliary equation 就是 m 平方 減 alpha 平方 等於 0 所以去解出來的話 m 就等於正負 alpha 我們知道 alpha 大於 0 因此呢 解就是 y 等於 c 1 hyperbolic cos alpha x 加 c 2 hyperbolic sin alpha x 那如果覺得奇怪 為什麼會變成 hyperbolic cos 跟 hyperbolic sin 的話 那我們從這裡解出來的 因為我們知道 m 等於正負 alpha 所以我們可能的解 就是我的 fundamental set 一個是 exponential of alpha x 然後一個是 exponential of 負 alpha x 所以呢 我可以用這兩個相加 它也是一個解法 exponential of alpha x 加 exponential of負 alpha x 除以 2 這會是原來文方程的解 就是這個文方程的解 那如果是相減的話 它也是原來微分方程的解 那這個函數呢 我們把它叫做 hyperbolic cos 這個是 hyperbolic sin 這個是 hyperbolic sin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樣這個 hyperbolic cos 跟 hyperbolic sin 這個函數呢 我們在這裡稍微畫一下 就是說它大概是長這樣 假設這裡是0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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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1的話 那這是1的話 那這是負1 然後負1 然後負1 1 那hyperbolic cos 是長這樣 是長這樣 然後hyperbolic sin 然後hyperbolic sin 所以這個是 所以這個是 Tosh 然後這一條 是stinch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那個hyperbolic cos 它是一個偶函數 然後hyperbolic sin 它是一個積函數 我們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 那好吧 所以首先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 如果在lambda小於0的狀況下 我們假設lambda等於負alpha平方 那我把它帶回去原來文方程 然後解出來m 我就得到這兩個解 其實我也可以用這兩個解 我就可以說它的解是 c1 exponential alpha x 加c2 exponential負alpha x 那我也可以用這兩個去解成hyperbolic 去組成hyperbolic cos 跟hyperbolic sin 這兩個函數 然後用它們兩個來當 fundamental set 然後呢 好 如果我們用這兩個來當 fundamental set的話 我們從它的形狀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說 這兩個函數組出來的解 反正就是所有的解 都可以用這兩個函數去組出來 可是我們這樣一看 大概就知道說 我們根本很難去 根本沒有辦法去滿足這個邊界條件 因為你看你要在y等於0的地方等於0 然後y等於L的地方又等於0 可是呢這兩個函數 一個是這樣往上翹 一個是這樣通過0的一個 一個是那個 一個是偶函數 一個是積函數 那你用兩個 它們兩個去加出來 根本沒有辦法去符合這個 邊界條件 除非C1 C2都等於0 不過呢 我們也可以直接帶進去算 你看就是y y等於0 等於C1乘以1 所以hyperbolic cos 0是1 0所以這樣就會是1 然後hyperbolic sin 0的話是0 所以這要等於0 所以我們又知道說 C1要等於0 那因為這一定大於0 然後hyperbolic 然後hyperbolic 呃 y的話呢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C1等於0 所以是C2 sing L alpha要等於0 可是你看我們這個sing 如果你的那個 L alpha不是0的話 它一定大於0 那因為這一定大於0 它等於0的話 其實C2也只能是0 所以呢這樣一來 我們又得到 y等於0 trivial solution 所以因為有邊界條件的關係 要滿足這個 y of 0 等於0 跟y of l 也就是說這個的解 必須要符合這兩個條件 我們會發現說 如果你這個 原來溫方程裡的 lambda等於0 或者是小於0的話 其實唯一 解出來都只有這個 trivial solution y等於0 那我們來看看說 那如果 你今天 你的lambda大於0的話 那會有什麼樣 不同的狀況 所以第三個狀況 所以第三個狀況 在 lambda大於0的時候 那我們也可以把lambda寫成 lambd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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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平方 它是共二负数根 m等于iα或者是负iα 那这个的话我们之前就解过了 希望大家到这边不会不知道我们在算什么 就是说我们之前在解那个 Constant Coefficient的温方程就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它的解会是 C1cosαx加C2sinαx 那我们就来看看说 要满足这个边界条件的话 C1C2会等于什么 那我们就是把边界条件带进去 所以Y0会等于C1 乘上C2sin是1 然后C2sin是0 所以就会等于C1而已 然后要等于0 所以我们又解出来C1等于0 那YL的话会等于C2sinαx sinαx要等于0 那这个的话就不会那么麻烦了嘛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C2就不一定要等于0 因为我们知道sinαx只要在 sinαx只要在αx等于nπ 然后n是整数的状况下 这个Y都可以成立 因此我们就可以去解出来得到 α会等于L分之nπ 那如果α等于L分之nπ的话 那因为我们知道λ等于α平方 这时候λ就等于L分之nπ的平方 然后这里的n呢可以是1、2、3 这样的整数比下去 那我们在这里呢因为 其实如果不同的n就会有不同的α 就会有不同的λ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写λ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把它解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 C1一定要等于0 可是C2可以是正义数 只要我们的α等于l分之nπ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解就是y等于sin L分之nπ 就会是原来文方程式的解 而且又符合这个boundary conditions 因此我们解出来就是y等于C2乘向sin L分之nπ 所以记得就是说我们这里解出来的这个解 就是y等于C2sinL分之nπ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会对应不同的λ 也就是说我们的λ 如果等于l分之nπ平方的时候 这个微分方程里的λ 如果等于l分之nπ平方的时候 那我的微分方程就有这个 我现在写的y等于C2乘以sinL分之nπ 这个解 所以是对应一个特定的λ 我们就有一个特定的微分方程的解 然后同时又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加了边界条件的关系 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加边界条件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加边界条件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考虑的 如果λ等于0那就是trivial solution 那如果λ小于0的话 那就是有hyperbolic tosine跟hyperbolic sine的解 那些 所以我们那些 反正λ是什么数字都没有限制 我们根本不管λ是什么 可是呢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加了边界条件 然后我们发现说 只有在λ等于这些特定值的时候 那你看这些特定值是由什么决定 就是由你的边界条件 你的L所决定 从边界条件加下去以后我们发现说 原来只有在特定的λ值下 我才可以找到这个特定的函数 使得这个函数呢不但是原来微分方程的解 又可以满足我的边界条件 因此呢我们给这些特殊的λ跟它所对应的解 有名字 我们对这每个λ 就是λ λ1 λ1 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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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λ3 λ2 λ2 对应的会是 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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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λ ok λ3 λ3 m3 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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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λ1 2 λ2 λ3 certain '''itated' 這個Homogeneous Fundry Value Problem的 eigenvalues 然後下面這個叫做對應 eigenfunctions 也就是說只有在特定的這些 eigenvalues 下 在特定的這些浪法下 我的Homogeneous Fundry Value Problem 才會有解 然後它的解就是這些 對應的 eigenfunctions 那 eigenvalue 這個名詞 各位之前在公術一學矩陣的時候 一定有看過 就 eigenvalue 然後我們有 eigenvector 那就是說 像之前各位在學矩陣的時候 比如說m是一個矩陣 v是一個向量 所以我們都知道說 矩陣作用在一個向量上 就會做出一個新的向量 可是呢 大家在學 eigenvector的時候 就是有特殊的 對於這個矩陣來說 有特殊的向量 使得這個矩陣作用在這個向量上 結果是這個向量去乘上一個長數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特殊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一般矩陣作用在一個向量 那個向量就變成亂七大糟 可是竟然可以 還是原來的那個向量去乘上一個長數 所以呢 對於這些特殊的向量 我們把它叫 eigenvector 然後這個特殊的 值 我們把它叫 eigenvalue 所以像在這個問題裡面呢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如果我們把微分方程看成這樣 其實跟這個很像 意思就是說 我對一個 function 一個函數去做微分 你可以把矩陣作用在向量上 就是我的矩陣 就像一個 operator 作用在一個功能上 我的矩陣去作用在向量 就對向量做一些事 我這個運算值 我這個二次微分運算值 去作用在一個函數上 就是去把它微分為了兩次 所以我函數的形狀就變了 可是結果會等於我的 原來的那個 我原來的函數的形狀還是沒有變 然後只是前面呈到一個數而已 所以這看起來有點像 可是就是說 因為我們又有了邊界條件 下下去以後 然後我們會發現說 原來只有一些特定的函數值 λ 可以又滿足這個式子 然後呢 對應的解 又可以滿足這個邊界條件 那所以以上呢 是我們課本裡 對於那個 Foundary Value Problems的介紹 那就是在這裡 我們希望各位掌握 其實解這個很簡單嘛 因為這是很簡單的文方程問題 那希望大家可以記得的概念 就是說原來 就是因為我們家的邊界條件 然後才會有 Eigen Value Eigen Function 這些東西跑出來 然後另外呢 我們等一下舉的一個例子呢 那我們還會用一個MateLab 來做做計算 就是說我們會用MateLab 來解這種 解分方程 二階的文方程 然後在解那文方程的過程中呢 我們會更清楚的去看到說 為什麼這會是一個所謂的那個 為什麼我們可以把它看成一個 Eigen Value Problem 那就是說我們等一下 就在影片的後半段呢 我們再 藉由一個實際的 的例子 然後再配合那個MateLab 跟大家介紹 那個 就是 Foundary Value Problem 那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例子 大家稍等一下 好 回來 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跟大家講一個 薛定格方程式的例子 那如果各位還沒看過的話 可能 至少 現在 量子的東西很流行 對不對 那所以各位 就是稍微 在很多地方都會看到相關的東西 那也許你修金帶物理 甚至跟大家 宣傳一下 我們系上也有那個 量子物理的課 對不對 好像我有時候會開 所以 有興趣的話呢也可以來修修看 那我們就先跟大家介紹一個 如果你去修量子物理的話 你會碰到最經典的問題 就是叫做 無窮的量子頸 所以就是無窮量子頸 Infinite VD Potential Whale 那另外很有名 也可以把它叫做 Particle in a Box 也就是說 我們把一個例子 放在一個盒子裡 所以在四面八方 在盒子裡的四面八方 就限制它嘛 它就跑不出去 那我們要描述這個 Particle的話 那我們用的 叫做薛定格方程式 那薛定格方程式 看不懂 就 你沒聽過 還是不知道它怎麼來的 就算假設 反正我就把它寫出來了嘛 那其實呢 你如果現在學過微分方程的話 那其實呢 你如果現在學過微分方程的話 那其實呢 你如果現在學過微分方程的話 所以這裡面的位置的函數呢 是這個Psi of z 所以呢 這是Psi of z 對 z 的二階微分 然後這是Psi of z 乘上某一個 Z的函數 把它叫V of z 然後這是一個長數 乘上Psi of z 所以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看有這一項的話 因為這裡有一個Variable Coefficient 那可是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出來 它是一個線性的長微分方程式 那事實上呢 我們如果來解釋這個薛定格方程式的話 就是說我們用這個運算值 去作用在你的波函數上 微方程上的話 我們可以得到它對應的動能 那事實上這個呢 它指的就是這一項指的是微能 potential energy 那我們以前學物理就知道 重能加微能會是等於總能量 所以這個1等於指的是 你Particle的能量 所以就是說 我們用這個式子來描述 Particle的能量 那如果我們 所以你看這個式子也沒什麼 如果我們不是把Particle 放在一個Box裡的話 所以就這一項就不見了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就可以去算它的那個波函數 也就是說 所以我們對那個Particle沒有限制 所以它就沒有微能 所以就是微能到處都是0的話 那它就只有動能 所以動能呢 是任何的值都可以 任何的值都可以 然後在任何位置 任何的值 任何的動能都有可能 可是現在我們考慮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把它放到一個Box裡 所以呢 我們就是等於給它外加了Potential的限制 所以所謂的這個 無窮量子井的意思 其實是這樣的一個井 然後呢 這裡 位能是0 然後這裡的位能是無窮大 所以如果我們把Particle放在這裡的話 它就跑不出去 所以Particle會被關在這個Box裡面 然後這個的長度 這個Potential Well的大小 我們把它叫Lz 所以它就被關在Lz這個範圍裡面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像這種問題的話 假設我們把它關在這樣子的 無窮量子井裡面 然後關在這個Box裡面的話 它在這裡跟這裡 一定就不可能存在 因為這裡位能無窮大 意思就是說能量無窮大 那Particle不可能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把它關在這個Well裡面的條件 就是等於我們給了在3L0 要等於0 因為這個波函數的絕對值平方 其實是告訴我們說 你這個Particle在這個位置出現的幾率 還有Particle在這個位置出現的幾率 可是因為我們在這裡放了Infinitely Deep Potential Well 所以你在這裡根本不可能看到Particle 所以等於說我們給的這個邊界條件 或者說我們放的這個Potential Well 等於是給的這個問題 這樣子的邊界條件 那因此呢 如果我們只考慮在Well這個區域裡面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這裡設成位能的平面 所以這裡的Potential Energy是0 所以這一項就不見了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在解的微分方程就變成這樣 然後對應的邊界條件是0 然後大家仔細一看 就會發現說這個原來是 那個 跟我們剛剛解的那個問題一樣嘛 只是我們現在參數變而已 不然就是一樣的微分方程而已嘛 那因此呢 我們如果真的去解它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它的解 Side of z 會等於 A Side of K Z 加 B Side Cosine K Z 然後K 等於 根號 2M 1 H8 0 所以我們不想要一直寫那個 2M1 除以H8 平方開根號 所以我們就 直接把它令成K 然後我們這樣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邊界條件帶進去 我們就可以得到 Side of 0 如果等於0的話 Side of 0 這個已經等於0 所以是B 要等於0 然後 Side of Lz 會等於 因為 B已經等於0了 A Side Lz Z K Lz 不好意思 K Lz 要等於0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KLz 要等於 mπ 因此呢我們就知道 K要等於 Lz 分之 mπ 那我們把 K 找出來的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因為我們知道 1 它是等於 2m 分之 h bar 2m 乘上 mπ 乘以 K 啦 就是說我們把這個 K 帶回來 然後把 E 算出來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原來我們的 E 要在特定值的狀況下 然後就是對應這個 K 的話 我們算出來的 Side of Z 就會是 A 乘上 Sine Z 分之 mπ Z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框起來 所以本來一個 Particle 啊 如果我們不考慮 Potential Energy 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式子 就是在 Potential 等於0 的位置上 就是說 就沒有 Potential Energy 或者是 Potential 到處都一樣的位置 我們可以用這個式子 來描述它 那因此呢 就是說 欸這個去解出來 你會發現說這個 Side of Z 它就是一個 Plane Wave 它真的沒有什麼 它在什麼位置都可以 在什麼位置出現的機率都一樣 然後什麼 Energy 都可以 可是今天呢 我們一旦 就是把這個 Particle 放到一個盒子裡 就是加了邊界條件給它以後 那加了邊界條件給它以後 我們發現說 原來只有在特定的一 特定的狀況下 它才會有解 然後它的解是這個韓國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就是說 一樣我們加了邊界條件以後 我就可以去 改變 Particle 在不同的位置出現的機率 像這個的話就是說 在這裡跟這裡 我們央邊的 Potential Wells 的邊界這裡都不可能出現 然後它在中間呢 就是會有不同的機率分佈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 E 畫出來的話 就會發現說 欸 比如說 N 等於 1 然後它 Energy 再上去的話 上去的話就是 2 的平方 這是 N 等於 2 假設這是 Energy 然後接下來就是 9 N 等於 3 因為 3 的平方是 9 然後去畫出來的話 它對應的 Wave Function 是這樣 這樣 跟這樣 所以就是說 典型的一個 Wave Function 的問題嘛 可是 像我們這個 Particle in the Box 薛林爾方式 它也是一個 Wave Function 那所以它可以描述一個 Particle 的 Probability 那個 Wave Function Way Function 可以去算 Probability Density 那就是說 微分方程我們都會解 但是在這裡 重要的是 微分方程一加下去以後 我只有在特定的 E 的狀況下 它才會有解 所以意思就是說 原來 我們加了 Boundary 下去以後 加了邊界條件 其實這個邊界條件 就是我們把 Particle 放到一個 Box 裡面 以後 那它可以擁有的 Energy 就變成不是連續的 像以前在這裡 所有的 E 都可以 可是這裡變成是非連續的能接 就跑出來 為什麼呢 本來一個自由自在的例子 在那邊嘛 它在什麼位置都可以 什麼樣的 Energy 都可以 可是我把它放到一個 Potential Well 裡面 以後 它可以 有的能量 就變成不是連續的 為什麼 因為公數告訴我們 解出來 所以這個很妙 就是說它又是物理 又是數學 對不對 解出來你發現說 原來它只有在特定的能量 才可以 它要在這個 Particle Inner 要在這個 Box 的話 它必須要符合特定的能量 對應那個特定的能量 它有一定的解 所以這次也是很重要的發現 就是說 為什麼你的能接 不會是連續 為什麼會有能接 為什麼不能所有的能量都可以 那以前你也許有學到啊 就是它告訴你 不知道 還是人家告訴你說 原來 它能接是不連續的 你就記起來了 可是為什麼是不連續的 因為你加了邊界條件 那這個厲害的是什麼呢 像現在你可能 你現在去買電視 人家都有量子點電視 那什麼是量子點呢 其實也沒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你用半導體製程 然後在你的晶圓上 本來是平的 你在上面想辦法做出一個凸起來的點 對我們來說 那是一個小小的bump 就一個凸起來的東西 可是對於在裡面的電子來說 它就是一個 potential well 因為這裡的物理結構不一樣 對它來說一個電子 跑進去那邊 它就會覺得這裡面的 potential 跟這四周圍都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你把它放到一個box 或者是說 我們用不同 不同材料的半導體去堆起來 就一片一片的 一層一層的堆上去 然後對於一個電子進來來說 它 這是一層一層的半導體 這樣一直上去 對於一個電子來說 如果我們把它 不同材料的半導體 所對應的 potential 畫出來的話 它就是一個一個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軸 看成像這個軸一樣 然後這個是 potential 所以我們這樣看 這就是它的 potential 你可以把你的螢幕轉過來看 所以就是說 我們也可以用一層一層 不同的半導體去堆疊 然後去 只要這個厚度不要太厚的話 那 對於裡面的那個 particle 對於電子來說 就是 就是 你有人造的 potential 人造的 的 potential 那就是說 現在半導體的製程的技術 越來越發達 就開始 以前數學都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做這些 如果我可以做出 什麼形狀的 potential 我就可以做出 什麼樣的形狀的 像我們現在解問題 都是啊 我告訴你說 potential 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就去把那個 v function解出來 可是呢 現在我們人類 已經可以做到 我想要什麼樣的 potential 分布 我就去做出 對應的這個 那個 V of Z 然後用半導體去堆疊 那所以就是說 這都是簡單的數學啦 可是你以後在很多地方都會應用到這個 那相 就是說 原來 文方程很簡單 解也不難 可是因為我們可以去改他的邊界條件 我就可以去改他的解的形式 那這是我希望各位在這邊可以 可以 記起來的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呢 再去舉一個例子 因為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說 其實這個 我們也把這個叫 eigen energy 就是 eigen value 這個叫 eigen function 那我們再來想辦法用 數值方法來寫這個式子 那這樣這個式子呢 看起來就會更像一個 eigen value 跟 eigen vector 的東西 那我們先 我又先離開一下 等一下再跑過來 所以我又回來了 那個 所以我們說 我們要想辦法 用 man up 的方法 其實這個我們只是粗淺的跟大家介紹 那大家如果對於 解數值方程式 就是用數值方法來解微分方程 或者是用數值方法來解物理問題 有興趣的話 那應該要去修我們系上的 數值方法 那才是真正的 那就是說好吧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有跟大家講過說 這個運算子 其實就是對這個 波函數篩的運算 然後呢 這個未能函數呢 也就是 只是去把它看著函數 長什麼樣子 然後去乘上 我們的那個波函數 那因此呢 我們可以去定義一個 運算值 就是說把左邊的這一堆運算 運算值的概念 我們在這門課前面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整個操作 當成是一個運算值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M好了 小朋友為了跟我們的講義一樣 我們把它 這個到時候我們也會上傳一下 OP Operator 所以就是說我們把這整個運算 當成是一個運算值 就是我們 如果把這個 Operator 作用到這個 塞這個波函數上的話 我就是對它做這一堆運算 因此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 Charinger方式 Time independent Charinger situation 寫成這樣 我們剛剛有講過嘛 其實這個看起來呢 很像是一個 一個 Eigen value 的方程式 如果這是矩陣的話 那這是向量 所以矩陣作用在向量 以後 會等於某一個數 乘上一個向量 其實這很不容易嘛 因為你之前在解 Eigen value 的時候 Eigen vector 的時候 應該有印象說 這個就是你的 Eigen vector 那這就是你的 這就是你的 Eigen value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說 那我要如何 把這個 這個方程式 或者就是這個 用電腦來解 那其實就是說 我們在電腦裡 我們可以把這個函數 所以假設你有一個波函數 差異 那我們先把這個再寫下來 因為等一下會用到 我們這個 operator 它做的事情 然後呢 假設我們有一個函數 假設就是我們 R style 可是事實上 我們在電腦裡 好像沒有辦法畫一條線 我們在電腦裡 做的事情呢 其實就是說 比如說這是我的 X 軸 我就把 X 軸 然後切成一個一個點 然後我們可以去定義呢 對應每個點上去的時候 我這個 塞這個函數的函數值 就這樣對上去 隨便畫幾個 意思就是說呢 我比如說這個點 換個顏色好了 換個顏色好了 我把這個點叫 X J 然後它對應的函數值呢 是 Psi of X J 那我就把它叫做 Psi J 這樣子 那因此呢 我們就知道說 那這個點 其實就是 Psi J 加 1 這個點就是 Psi J 減 1 然後這個點呢 是 X J 加 1 這個 這個呢 就是 X J 減 1 然後就這樣一直下去 然後我們在這裡 假設說這每個點 都是等距 所以兩個之間的距離 兩個點之間的距離 是 Delta X 是固定的 所以用這個方法 我們就可以把 一個函數 在電腦裡 用離散的點把它表示出來 那可是呢 就是說我們這個運算 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仔細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要對 一個函數做二階為分 那 因為我們有的只有這些 函數對應的點 那我要怎麼去做他的二階為分呢 我可以先去做 近視他的一階為分 也就是說我如果用這個點 Psi J加 1 去減掉 去減掉 Psi J 這個函數值 減這個函數值 除以 Delta X 就是這兩個點之間 對應和X的距離 那我就可以去近視這邊的微分 可是我們知道說 如果我們近視這個微分的話 這個微分的中心 所以 其實就是因為我拿 所以他的微分中心 在 Xj 跟 Xj 加1 中間 所以他其實位置是在 J 加二分之一 Delta X 的位置 就是我虛線對上的位置 那同樣的道理 我也可以寫說 在 在 J 減二分之一 這個位置 的微分 近視 就是這個位置 我要近視這個位置的微分 我就拿這個點 減這個點 就這個減這個 然後除以 Delta X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 這就是所謂的 有限 差分 Finine Difference 我就可以去 近視出在每個點的一接微分 那我如果有這個點 跟這個點的一接微分 那我再把它相減 再除以他們的距離 我就可以去 近視出 正好在 XJ 這個點的二接微分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說 我們利用這兩個相減 我可以得到說 在 XJ 這個位置的二接微分 大概就是可以近視成 這個減這個 前一個位置的一接微分 前一個位置的一接微分 後一個位置的一接微分 然後再除以 Delta X 因此呢 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它就會是 J加1 所以基本上單位會是對的啦 二接微分 所以下面是 長度的平方 然後上面是函數相減 然後我們也會發現說 原來我要找一個位置的 二接微分 我需要那個位置的函數值 還有它左右兩邊的函數值 我就可以用有限差分的方法 去近視它的二接微分 所以有了這個結果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考慮說 那我們要怎麼 來處理這個 原來的式子 記得原來的式子是這樣 就是說 寫錯了 寫錯了 E乘上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就是說 在什麼樣的E下面 什麼樣的Energy下 我可以去解出那個篩 然後呢 對應的那個operator 就是ER 它是這樣子的operator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式子 對應於每個 對每個 對每個XJ來說 對 XJ這個點 我可以 把 這一個式子寫出來 事實上就是說 它會是-2m分之H8平方 然後呢 我要它 前一個位置 跟本身的位置 跟 後面一個位置 跟 後面一個位置的函數值 然後呢 加上在那個位置的 V的值 Potential的值 好 乘上那個位置的函數值 可是記得就是說 我們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的是什麼 Potential我已經知道了 M我是知道 H8我也知道 我們想要求的就是說 欸 什麼樣的Psi 跟什麼樣的E 可以滿足這樣的式子 所以記得就是說 我們對應XJ這個位置 寫出了這個式子 可是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這其實是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想要求的是這些SYLJ 還有對應的這個E 那我們如果要讓那個 柿子再更簡化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把 把這個 把一些參數先 先抓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把 把它寫成 我們 負 2M 然後 delta X 平方 我們先把它 提出來 然後 H8平方 提出來 然後 負2把它提出來 然後 VJ把它提出來 然後 然後呢 把 負 你不要寫這樣 所以就是說 有了這個式子 因為那個 我們在講義理 寫得更清楚 可是就是說 好我們對於每個點 我可以寫出一個這樣子的式子 那我們就來寫看看好了 比如說是 N個點好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式子寫成 負2M 分之 H8平方 然後 除以 delta X 平方 分之 然後這個 負2M分之 H8平方 負2M分之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對於 我們隨便令 令好 比如說這個是 Psi N加1 N加1 然後這是 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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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如果我們 對應 XN這個點 對應 XN這個點 把上面的這個式子寫出來的話 其實就會是 其實就會是 這個 加這個 加這個 要等於1 然後呢 對於 XN加1 這個點 N-1 往下 N加1 往下這個點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一樣 我們只是把這一項 移來這裡 這個 所以是 -2M H 我應該把 數字 讓它有 下往上 還是有上往下 有上 往下變多 所以這個 不好意思我把這個改成-1 這個改成-1 好了 這沒差一個-1 一個-1 然後所以如果是 XN加1 這個點的話呢 就會是 這邊 -2M 分之 H bar 平方 Delta X 平方 Psi N 加 這個比較複雜的 -2M Delta X 平方 分之 H bar 平方 -2 加 V N加 然後就是說我們要寫那個N加1的這個值的話我會需要N跟N加2 就是需要左右的點 然後一樣也是等於 1 1 乘上 3 寫不下 等於1 乘上 來 N加1 然後呢 往上一個點的話 N-1的話 我們會需要 這邊 其實就是把這個移過來 然後這個移過來 然後這個移過來 記得就是這個中間的這個 這裡是N加1 這裡是N V會不一樣 太粗了 然後這裡還有一項 然後其他地方都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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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說我們把這幾個 假設說我們的點是從X1一直到XN的話 XN 大N的話 然後我總共就可以寫出N條的 微分方程 把N條的算數方程式 然後裡面的位置數呢 就是這些 Psi 所以我有大N個位置的Psi N 所以就是這個我都不知道 可是呢 我有N條連立的式子 然後如果我把這個 因為你看嘛 這個 這種 N條連立的式子 我其實大可以把它用矩正寫出來 我可以把它寫成 Psi 1 2 Psi Psi N 然後呢 把這些留下來 把這個提到外面去 把這些 把它提到外面用矩正表示出來 然後剩下的 其實就是這些 這我應該要留著 然後寫不下 剩下的就是這些東西 也沒有加號 反正 矩正 橙黃向量以後 自然就會加 所以我得到的呢 會是一個 三個對角線的 矩正 就是這個對角線 跟這個對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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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有一個三個對角線的矩正 然後這個對角線 都是-2m delta x 平方分之h bar 平方 這個對角線也一樣 這個對角線呢 這個元素一樣 可是這個對角線 隨著 在對角線上動的時候 v 的值會不一樣 也就是你的potential 不一樣 potential在各個位置 然後其他矩正其他位置都是0 所以 就是說 原來的這個式子 我如果這樣寫的話 它會變成一個 然後 1拿出來 因為後面都有 等於 1 乘上 那個 psi n 所以原來的式子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 就是說我們用了有限差分的方法 下去以後呢 我們會發現說 原來的 微分方程式 然後我們把它的位置的函數 篩 如果用一個向量 表示出來的話 那我們會發現說 原來因為運算值的關係 那我們把運算值表示出來以後 我們會發現說 那個整個微分運算值 然後還有potential的作用 其實可以寫成一個 三個對角線的矩正 所以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矩正乘上這個向量 其實就是這個運算值 去作用在你的波函數上 的結果呢 會等於 某一個 eigenvalue 去乘上 你原來的 那個 向量 也就是你的波函數 因此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說 原來這個 是你的 eigenvalue 是你的 eigenvector 也就是你的 eigenfunction 對應的e呢 是你的 eigenvalue 那用這個方法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這個v of x 其實是那個 一個 variable coefficient 那其實variable coefficient 的高階溫方程 不會解 可是如果用這個數值方法的話 就是說 不管你的potential 長什麼樣子 奇形怪狀 我只要把那個位置的potential vn vn-1 每個位置的potential都帶進去的話 我只要可以把這個矩陣建出來 我就可以把他的 eigenfunction 然後他的 eigenvector 就是他的energy 通通都可以找出來 那這是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說 在解婚方程上 沒什麼方法 我們都會 可是 這裡是要跟大家講說 這種邊界條件問題 它的特殊性 那邊界條件 或者其實就是我們家的potential上去 那會對你這個問題 造成一個影響 是這樣子 那各位同學可能會懷疑說 這個 好吧 你說像這個 我們所有邊界條件 是合理的 因為我們就是把邊界條件 就是我們的potential加在這裡 可是像前一個例子 如果是一個particle in a box的例子 我們有說過就是potential都是0 所以其實就是沒有這一項 沒有這一項 那potential加在哪裡 其實呢像這種問題的話 如果你去最考慮最邊邊的點的話 其實因為我們只列了n條式子 那所以其實我們的點詞 去到這裡 那事實上你如果仔細去分析的話 你會發現說 因為我們沒有寫 上面這一條 就是在 x0的這個式子 還有在xn加1這個位置的式子寫出來 那那個等同於我們就是去定說 它的 鋪函數一出了我們的potential 就要變0 所以等於是我們把邊界條件 加在 就是 把它 我們現在不要講太多 就是說 其實我們舉證這樣子設定 就已經在邊界 上下的邊界加了邊界條件 所以就是說真的是因為那些邊界條件 然後去影響我們界的形式 那這個的話我們就是會有 對應的立體啊 可以讓大家稍微算一下 算是補充一下 那也可以 我覺得這反而是比較重要 各位以後 比較會用到的東西 那 呃 三之十的內容的話其實稍微比較 很多公訴的書不會講那些東西 不過 我覺得就是對於各位光電系的 同學來說 三之十的概念啊 然後還有 還有後面三之十二人都是 都是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會多花一點時間 也不是多花 就是會花時間跟大家講那些 那就是這一節的內容 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大家掰掰 好 好